UBA的比賽打人囉 UBA的比賽當然也是非常精彩以及刺激的 可是 在這個經國管理學院碰到台北海大的比賽裡面呢 居然有人出拳打人啊 哎呀這個真的是完全不應該的一件事情 因為籃球場上呢 會有衝撞 會有掩護 會有頂撞 會有上籃 會有出拐 這些都是籃球規則跟籃球範圍裡面的籃球動作 你可以去做啊 你可能吃了一兩個悶虧 你可能對方拐到了 對方掩護可能打到你的身體 不好意思如果你不想被碰的話就不要來打籃球啊 你居然出手還擊 你以為你在幹什麼 你以為在打MMA啊 你以為在打拳擊賽啊 這不是拳擊賽啊 你真的要出拳的話那你去拳擊就好了 不要來打籃球 所以你被掩護你要討回來 我在這個地方跟你講 每個人都會討回來的啊 那你為什麼要出拳呢 我常常跟別人講 在打籃球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有脾氣 每個人都會競爭 可是當你揮拳的時候 這個就不是一個籃球該有的動作 這個完全 就是不理想 你該被淘汰出這個比賽 好啦 這是第一個我非常不滿意的地方 第二個我更不滿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在這個所有的報章報道裡面呢 居然有人指責說 這個經國管理學院的教練呢 居然還在揮拳以後跟他的球員講說 揮拳就跑了就不要回來啦 我這次地方有一個很明顯 跟這個跟大家可能不同的一個意見 請問 這句話 有聽到嗎 是誰聽到 有錄下來嗎 有證據嗎 如果你沒有證據的話 那請你把聽到你認為你聽到的話 塞到你的肚子裡面 因為人家叫你提出證據的時候你沒辦法提出證據的話 那 這個是你自己要吃虧的 那我可以想像的到 你可能真是有聽到這個或對方教練根本就沒有講或你真的很氣憤認為你聽到了 可是你做這樣指責的時候 不只是指責一個球員 一個球隊 還有指責那整個教練跟他背後所代表的過去的風工偉業跟歷史 我相信 這個經國管理學院的負名人教練他已經算是一個基隆基層籃球教父等級的教練了 你要做他對這樣子指責的時候呢 你自己必須要有足夠的證據 那這些報章雜誌的報導以及媒體的報導呢 也最好有一些實質的證據可以拿出來 來做認證的動作 要不然你就直接用 疑似 我有聽到可是我沒有證據的方式來指控對方的話 那個是比較不夠的一個質疑 我不認為 這個事情有這樣子發生 你可能聽到了某些你想聽到的話 可是事實上有發生嗎 如果有證據的話 那請你就拿出來 那我覺得 要道歉的人就不止 只有那個球員而已 好啦以上就是我對這個禮拜呢 這個UBA比賽的打架 打人事件的一些想法 我相信各位絕對會跟我有不同的意見或看法 那我也希望你呢可以在我們的 PB Plus的粉絲頁還有我的Facebook跟我一起來進行討論 我們下次好小K你再見了 拜拜